哈喬 所以我們開客有後半場 繼續發展 我們從這裡從幾個關聯去談 我有幾個關聯課頭 我們回到國際法 國際法大家的認識 我簡單的講一點結構 然後你用這個結構 你聽這個政府官員 他所謂台灣的政府官員 這些所謂台灣的國際法學者 你聽他們講台灣的歷史 你會完全看他是百分之百孤獨 OK 就我給你一個簡單的結構去分析 我們這個 因為你歷史 這個 我堅持說你歷史本身 你不能忽略法律對不對 我的天啊 他們 像台灣的歷史誰叫說 我看到什麼我看到什麼 我常常問他們說 那法律的解釋是什麼 他說那個我不管 奇怪 怎麼會不管 那今天報紙燈 某一個小姐 她回到台灣 她叫他多年失去的母親 那如果還叫你這個說法 這個法律問題不要參考吧 那麼你純粹看發生了什麼 這個女孩子 因為你家裡很貧困 所以你 你就是說 賣給人家或是讓人家脫走 那後來那個女孩子 就經過一些金錢交易 又流到海外去了 所以 現在她要回到台灣損根 既然你不要看法律問題 那這個 在你看起來是無聊 對不對 是這樣子嗎 我認為這是非常關鍵 1945年4月25日 是不是台灣官復節 yes o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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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你在寫歷史書 你必須把這個角度夾進去啊 這是蔣介石宣布的 有法無符啊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說你是什麼歷史水準你 法律的角度完全忽略掉了 但你看網站 很多很多他 甚至於把我們的關聯 民政府的關聯 把這些我們也就去來國際法關聯 他會有夾進去 特別是英文團 因為英文團都是我在強盛監督嘛 啊我就夾進去 但是後面他還是講他的對不對 他後面還是講他的 喔立委選舉喔什麼 啊戒嚴喔什麼什麼什麼 大概到後面的那個編谷 比較沒有不斷的在 像這個船部是建立在一個沙坦上 沒有發力率距離 到了後來 到了後來的歷史也變得都忘記這個事實 但是至少很多地方現在 在英文的網站上 那個wiki 百科那些 不確定不能少看wiki 百科 那人家要寫一個高中大學的paper 他可能從那裡開始嘛 他會去繳一些材料 那美理wiki 百科還不夠隨時化來做為他的一個 一個據點 一個證據 但是他會從這裡開始收集一些角度 抓一些角度 所以我要我要保證我們的角度有充分 表現在上面我將來去看 我目前沒有能力去改中文的網頁 如果 因為 但是wiki是用全世界的人來做一個編輯群嘛 所以你寫上去的東西如果別人不喜歡他就拿掉 所以你要有相當的一個公司或是你要有證據你要隱聚 某一個稅數論文某一個什麼東西你才能發上去 要不然那個編輯群是嚴格的 全世界的編輯群或是就是對我們來說關心台灣問題的編輯群 所以國際法的角度是什麼 國際法的角度一般我們用的法律都是所謂成文法 但是國際法還有不成文法 那這個領域很少人去碰 我們談台灣問題我們就是要徹底研究這個部分 特別是所謂戰爭法裡面是形成國際公司以後才把它編列成一個國際公約 日內瓦公約1864年開始 1864年開始日內瓦公約就開始談到 那在那個前面美國的軍官也有那些戰爭法要注意思想 基於人道基於戰備基於什麼什麼什麼我們要注意到什麼東西 那個也有那個選制戰爭法的一個重要的文件 好像1850年代已經有這個文件 所以那個作為我們整理戰爭法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文件 後來1864年後來1907海阿公約一系列的談比較多 這些是把以往的公式大家認為是合理的 開大型國際會議用幾個月來討論 然後再加一些其他的精神進去 所以才有這個 那這個呈得上是成文 成文的規定 還有不成文的規定 不成文的規定是慣例 不成文的規定是慣例 所以我們有兩種我們在談到這個戰爭的失誤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記得我們有成文法不成文 當然任何領域我們可以提慣例 但是一般我們民視的事情都已經有一個很完整的法律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的東西就直接引述那個法律 如果你到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 他的法律系統還不那麼完整 那他可能要引述很多慣例 他的社會的慣例 社會的慣例就請那個元老來啊 我們怎麼處理這樣的問題 OK 一般我們的祖先是怎麼處理 OK 那 因為戰爭 不是天天每個國家在發生的 但每個國家每天都有生死 遺產問題 什麼親戚問題 親战問題 所以這些一般立法單位都有一個完整的法典出來 給我們參考 我們就可以翻一翻 第107條第3項第28條 明文規定如何 好 戰爭是有時候在產生的 而且都是那些軍官總統 那個位置很高的那些人在討論的 所以這個東西他們要用一些國際公園 另外用到慣例他們的那些法學學者 軍法學者戰爭法學者 也用到慣例 好 我們有這個結構 處理戰爭 有成文的不成文的規定 好 今天 我們可以聽聽說 台灣回到中國 憑什麼 日本投降族 開洛宣言 投資人宣言 10月25日 投降典禮 完成台灣交流 恢復中國主權 好 我們常常聽到這個論述 那 我們另一個問題是 國際法典裡面 哪一條 哪一個規章 說投降書 新聞公報 造成 主權的移轉 是國際法典 國際公約哪一張有這樣的規定 沒有對不對 沒有 OK 那第二個說法是慣例嘛 那慣例在哪裡 OK 所以 所以你就從這個角度分析他們的說法 不但的了解他的說法不成立 而且更了解他對國際法的認識是等於零 他完全不同國際法 OK 我們再談到一個問題 好像美國或是那一個 這個問題可以從很多的角度來看 美國好了 有個小女生 有個小女生差不多八歲 所以 他寶寶媽媽是富有的家族 可惜他們親戚不多 所以他們寶寶媽媽悄悄為了一些失誤 她跑來跑去 跑船之間 這個女的就留給寶寶 關照 寶寶媽媽就寫遺產 就是說萬一我們有什麼問題 這個我們的財產留給這個女兒 但是 這個律師就建議他們說 不要直接這樣做 這樣直接留給他會危險 對不對 他說有個更好的制度 叫做信託 那信託你可以指定 這個整個規劃 所以他們信託這個財產 然後歸命到他20歲的時候 然後 甚至那個銀行存款 20歲的時候他可以領多少 然後希望他 如果他有年大學 又付出他多少 然後到25歲的時候會怎麼樣 到30歲的時候會怎麼樣 然後他幾歲才能賣掉 這個什麼東西的時候 都有一個完整的規劃 所以他寶媽媽有房產 有銀行存款 這個都有 有一天不幸的 寶媽媽搶個飛機掉下來 後來有一些親戚也進入這個情形 那個親戚可能 跟芭樂媽媽兄弟姐妹 她認為她也是多年來跟這個家庭有來往 她應該也要有份 不同意所有的信託掉了 留給那個女兒 所以有前程訴訟 所以後來就出現一個問題 到今天來講 誰擁有這個芭樂媽媽的財產 芭樂媽媽已經過世了 到底擁有者是誰 有的人認為說我們要談這個問題 我們先談擁有者是誰 後來法官處理這個問題 說沒有擁有者 什麼意思 信託不等於擁有 雖然有個律師在處理這個事情 但是那不屬於她的 她是一個關係 她是處理這個信託 她是信託的代理人在處理這個事務 但是不能說這個財產是屬於律師的 教理說信託的關係 她必須按照這個女兒最大的福利 最大的好處來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回到台灣問題 到底先擁有這個台灣的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農民說這塊地是我的 我們可以看到人在住室裡面說 這個房子是我的 我所分配的這個土地是我的 但是那是一般人民的所有權 那不是主權 那不是主權 因為你還在繳房稅 地價稅 那是表示在你上面還有一個權利 對不對 所以這個怎麼分呢 OK 我們回到美國那個古巴 古巴這個時候就有講 回到美國那個古巴這個有講 所以 他是美國搭下來的 我們剛剛講1898年7月17日 美國搭下來開始佔領 佔領的第一天哪一個國企是上去 美國國企為什麼 是因為是美國領土嗎 美國是佔領權 美國在佔領 先是佔領 征服者 如果美國派威尼瑞拉的軍隊 來代理佔領 而威尼瑞拉的軍隊 升起威尼瑞拉的國企在古巴的上空 瓦瑞拉的軍隊 古巴的光復鐵 這樣對不對 錯了 錯了 所以 美國升他的旗子 不是因為他是美國領土 是因為美國是佔領全國 他是 the occupying power 或是他是主要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OK 12月初 擬定 擬定 美國跟西班牙的和平條約 1988年4月11號 和平條約生效4月11日 西班牙的國企早在GSG已經下來了 所以那沒有了 那這個 和平條約已經成效了 4月11號 那現在什麼國旗要飄 是你問台灣很多國際法水準 這個整個他不會講 所以我說 你媒系戰爭不懂 你本談台灣問題 不可能啊 4月12號什麼國旗在飄 美國國旗換 他理由是什麼 法律上的理由是什麼 他還是在佔領 佔領是因為和平條約生效而結束嗎 沒有 這個有十一部分 國際法學者在台灣 跟我們政變的說 明明和平條約生效 佔領結束 沒有 你看所有的國際法 歷史 從加利福尼亞開始 美國 美國 墨西哥戰爭 Puerto Rico 關島 菲律賓 塞班 沒有 沒有一個是因為 但是只有那個原來的國家放棄 有移動擁有者的那種情形 沒有一個是因為和平條約生效而戰爭開始 所以為什麼有這個困擾 因為大家都很熟悉 阿拉斯加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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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京春島的例子 大家熟悉的這些和平時期 俄羅斯的人跟美國人 開個大會 然後說我要來阿拉斯加 俄羅斯說好 我們國內問題很多 我們也已經沒有時間管這些 我們要賣給你 所以1867年的幾月幾號 中午什麼的 我簽署生效 我們移交幾百萬的金錢 阿拉斯加就變成美國的 今天早上是俄羅斯的 今天晚上是美國的 大家很熟悉這樣的 啪啪 所以有完全移動 這個財產有移動 這個主權有移動 國與國之間可以談主權 人與人之間沒有辦法財產主權 是國與國之間 是這個領土的主權 是 國家所持有的 所擁有的 所握有的 是國家的 不是人民 自由時報道 某先生可以擁有 這個大樓 他的土地的所有權 不是擁有 某一個東西的主權 不一樣 那是不一樣 OK 因為戰爭情形 在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究竟在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美國西班牙 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美國摩西哥 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加利福尼亞 還是佔領地 Puerto Rico 還是佔領地 古巴還是佔領地 台灣還是佔領地 戰爭的結束 在戰爭時期所涉及的這個 領土割讓 不是和平時期的這個 我給你 一分鐘以內就換算 不是這樣 他有一個國度時期 他有這個戰爭的國度時期 為什麼 因為他的民政府 還沒有開始啟動 戰爭是軍事政府 這個人民的政府是民政府 所以在古巴 和平條約生效 但是古巴人就開始 就開始形成自己的民政府 所以 美國軍事政府還比古巴有關鍵權 美國的國企還在挑 美國就認為說 哪一個 坦白講 對不對 伊拉克也一樣 哪一個團隊在組織人民政府 對我比較友善 我來認定 我是主要佔領全國 我當然認定一個對我比較友善的 所以我來認定韓培養 哪一個人民的政府 一個民政府 對我比較友善 到時候 古巴是1902年5月20號 以朝政權 美國軍事政府 結束 古巴的所謂平民政府 古巴的平民政府 美國不反對 古巴獨立 古巴 5月20號 1902年 宣布獨立 這個有一個流程 我們書裡面都有把它寫 整個步驟 一個步驟很清楚 他怎麼從戰爭開始 戰兵開始 戰兵開始 和平條約 然後軍事政府在這個過程 然後軍事政府結束 然後移交給民政府 古巴國就成立 那普多利口 普多利口 同一個模式 不同的結果 為什麼 因為普多利口 在和平條約 是割讓給美國 所以8月12號 開始佔領 然後和平條約 擬定 和平條約生效 佔領是在美國 軍事政府下面 一直到 普多利口 是到什麼 差不多 1901年左右 5月1號 1900年5月1號 他的民政府成立 他的民政府是什麼 普多利口的這個 這個區域 因為他 個人的美國 所以他是美國 一個海外民族 他是有自己的平民政府 OK 所以軍事戰兵結束 他的民政府開始運作 1900 大概5月1號 他就開始運作 那為什麼 1988年4月11 和平條約生效 1900年5月1號 普多利口的民政府 開始運作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中間有一年 這個速度是 實際上最快的 為什麼 因為你有國際法 有一個基本的規定 起碼要有一年的時間 處理人民的國際問題 人民的國際問題 人民的國際問題 不是你套個帽子給他 而是他有選擇權 Life, liberty, property 正當法律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 中華民國 1946年 遠月12號 宣布所有台灣人 或者中華民國 國際 是正當法律程序嗎 那我來是違反國際嗎 沒有這樣的做法 人民 就像普多利口 或是像馬關條約 是給什麼 一年兩年 兩年 那個時候 各方面的通訊不發達 就像1867年 阿拉斯加 這麼大一個地方 通訊不發達 他給他們三年的時間 你是不是要算是 對俄羅斯 繼續效忠 你必須到法院去處理 要不然 如果沒有 我就等於 李莫形美國給你的 新國際安排 OK 所以普多利口一樣 你可以到法院去算是 我繼續效忠西班牙婆婆 那 將來 這個 普多利口 這個 民政府開始營造的時候 你就是外國 對不對 要不然你沒有 那你就是接受這個 新的 那個 美國給你的國際 所以美國國際 美國給他們是個國際 剛開始 就可以認定是 美國系統裡面 普多利口 國際 後來 又是一圈訴訟 說 到底 普多利口國際的 全力義務是什麼 OK 那我們剛剛談到一部分 他聯邦選舉 他沒有 不 普多利口選舉 他有權 普多利口 講說 他有義務啊 美國講說 他沒有義務啊 他是獨立關稅區 所以 整個這個 就形成了 OK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東西 那 回到古巴 199年4月11號 和平朝約生效 西班牙把古巴放棄 沒有指令給誰 古巴的領土主權 美國大航官有判決 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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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台灣人說 他覺得 英文的這種 intrust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一個小女生的觀念 intrust 他覺得這個觀念 用中文翻譯成信託 他覺得好像 不是完全可以理解 but 我只是外國人 我是一個羅勃 一個坑 字典怎麼說 我就怎麼把他運用 所以 直到人家有更好的 中文措辭 我只能用信託兩個字 那美國的那個大法官 他是說 古巴的領土主權 是信託在美軍那邊 OK 他是信託在那邊 不是擁有 是握游 所以伊拉克 如果你記得 占領的時候 占領結束的時候 美國是把主權還給 伊拉克的民政 報紙有講 還給 民政 欸奇怪 當時沒有人說 欸奇怪 我們從伊拉克的歷史中 從占領的歷史中 如果台灣現在說 沒有主權 那是不是就是 信託在某一個地方中 欸奇怪 美國政府台灣 派蔣接著來 那照理說台灣的領土主權 應該在 沒有人做這個分析 對不對 還是人家做了 自由司法 聯合法 中國司法 不可能 對不對 這樣子答案就很清楚 台灣關係法是 哪一國的法律 我想想看 哪一國的國內法 對不對 是 是 威尼瑞拉的國內法 所以 當然 我們常常提到 安保條約 日本的安保條約 包括台灣 所以 日本有一些 未完成的 對台灣的義務啊 對啊 沒錯啊 OK 我們可以這樣講 但是如果要講說 呃 這個領土主權 是 信託在哪裡 就是 目前不是有人擁有的 台灣地位未定啊 所以這個領土主權 一般台灣人的思考邏輯 而講確實沒有 好像已經 變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 已經有了 好像 國際局勢都是這樣 錯了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證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台灣的領土主權 但是 台灣的國際法學者 中國的國際法學者 有哪一位可以解釋 Porto Rico 西班牙 菲律賓 西班牙戰爭 整個過程 然後把每一個階段的 每一個細節 什麼國際再挑 啊 領土 主權在哪裡 什麼什麼細節跟你講 你沒有一個 所以他們也不懂 所以為什麼台灣 主權問題不好分析 因為這些人不懂 他所引述的邏輯 回到我們二分法 對不起先生 你剛剛舉的是什麼 是成文法還是不成文法 還是第三次 你自己狗屁 就是這樣子 開洋宣言 布斯坦宣言 日本偷想書 世界上有哪一個例子 有這幾樣的文件 造成主權的移植 但是我呼吸用的例子 台灣就是這樣 你完全錯誤了 你完全不懂國際法 國際法有成文法 不成文法 你是哪一個 不成文法是慣例 你這個不是慣例 你這個是負責 你國際法的水位我拿掉 應該是給它撤銷 所以我就是 當時提到說 這些問題怎麼解決 我們可以看慣例 我們可以看判決 但是很多人 他不願意看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我們都回到 美國的基本精神 我們可以分析這些問題 我們都可以分析這些問題 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我們要使用邏輯來分析 我們會把它解開 做一個比較 所以 我們好許不懷疑 日本有對台灣有 有剩下的義務 但是 實際上在表現 對台灣的情形 我在跑Washington D.C.的時候 去年9月 我們在那個 林博士的訴訟案中 有主要兩個律師 其實有一對律師 但是有的是比較新的 兩個資深的律師在處理 所以這個 第二個這個Peter 他有來參加我們酒會 所以我跟他談比較久 他曾經寫的那個分析 他說美國對台灣 他曾經說 你攻擊台灣 我就美國我防衛 到今天來講 你攻擊台灣 台灣關係法 說我不能坐在那裡 不動 對不對 台灣的安全 台灣的防衛 是我美國 要注意到的一個重要的議題 然後他舉這樣的幾個例子 然後 當初 戰後 美國對台灣的經濟發展認為 是誰在幫忙台灣 是日本嗎 不是啊 是美國 每一年支援 你用那個經濟數字 以今天 來比的話 以今天的那個 那個通貨膨脹 再把它換到今天 好像是超過 伊拉克的那個戰爭的數字 這是天文數字嘛 你在幫忙台灣這樣的東西 所以他舉七八個例子 他說如果 如果別的國家 擁有台灣的領主主權 他會允許美國這樣做嗎 那這個答案不是用出來的嗎 這個答案已經很清楚 美國對台灣領主主權 一定是他在哪兒 但是時間過了太久 美國那個官員 他們那個沒有說過戰爭法的 國務院什麼 他們也搞不清楚 因為1971年 美國國務院 有重要的台灣地位的文件 他是基於1967年 一個文件 他們都講不清楚 他說台灣大概有四個情形 可能是屬於ROC的 可能是屬於PRC的 可能是什麼 沒有提到 戰爭裡的一個整個流程 完全沒有提到 所以他們也不懂 他們也不懂 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們寫這樣的信 然後你看印得這麼漂亮 我們希望 那個在美國的那個 那個台灣研究小組 好好的看 我們還有他的復健 我們這個東西要不斷的溝通 因為他們一旦正視這個問題 我們就有 我們就有救 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不是 我們 林博士一直在想 我們是不是五月要去美國 還是什麼 跟他們進一步溝通 如果去的話 如果可以有一些新聞的話 也好 對不對 所以對我們民政府是好像 打那個營養症 對不對 所以 很多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從美國歷史 我們可以找得到 比較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找得到答案 就是在台灣 好像沒有 沒有人這樣看 然後 有那個高雄 有那個水準 他的最大的重點是 開口衰年有沒有簽署 有沒有簽署又怎麼樣 新聞公報簽署跟不簽署 這是沒有差別 他還是個新聞公報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他們會 著造在 這個很細的這個小 point 但是大 point 或是連接的東西 他們都 都看不到 所以這個是我們 我們很討論的地方 要跟這個 所謂國際法學者 所以你看 這麼多年 台灣有什麼國際法啊 學會啊 什麼這個會 什麼會 他們會不會邀請我們去講 沒有 沒有 他們繼續講他們的 然後你明明可以提出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 國際社會不承認 那一定有理由 那我們回到 你符合國家的認定 領土 人民 然後你有外交權 然後你有這個政府 你符合這四個條件 你應該是國家 然後你有外交權 這是國際法學者所認定 然後你說你符合 我們站起來 按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領土 那對不起 你領土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我會給你 那個文件 所以曾經 在 那個阿編在 申請聯合國那個時候 我曾經就 在網路上說 欸乾脆 我們模擬 那個 當時聯合國秘書長 我們乾脆就 模擬秘書長的回答 給大家看 不過 覺得 台灣人好像沒有幽默感 反正 大家把那個 當成真的讓我說 喔 又是你在騙人 我是覺得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美國人完全看懂 那只是一個模擬 一個笑話 所以我有一點不感情 不過我覺得 台灣人對那種 國際的那種笑話 好像不太了解 把他當成真的 不過那個 連我民主長的時候 一定會講 啊 我們現在實在是 那個 預算吃緊欸 因為很多國家 沒有你交出來 他的 該交的費用啊 所以台灣這個案子 我們也想早日處理 但是 你看我們图書館的 研究員也不夠啊 我們其他的法律水 研究部 法律研究部也不夠 你啊 你這個要申請 我跟你講啊 你陳先生啊 你就附上去了啊 你這個相關文件給我們啊 因為我自己到處理會 稍微翻一下 我也找到 我事情那麼忙啊 對不對 附上去嘛 第一你領土嘛 是哪一個國際條約 把這個領土過負給你嘛 你附上去 最好用黃筆把它圈起來 啊 你這個 中華民國人民嘛 那國際法有關 改國籍的規定 你應該懂了嘛 那哪一個 就是說 領土已經過負給你啊 啊 然後你再 把人民給他一年的選擇權 然後把它改國籍嘛 你這個程序 你稍微列出來給我嘛 對不對 那那個 外交權嘛 你現在到底要用台灣的名字 還是中華民國的名字 哎 抱歉啊 中華民國的名字啊 因為是聯合國的創始源啊 啊 我們看是中國 我們簡稱是中國 所以中華民國 對不起 在我們聯合國 已經是在那邊啊 所以你用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麻煩你附上去 那個二十幾個國家 跟台灣 這個國 有正式外交權的那個 升官文件 我在網路也找不到啊 麻煩你把那個附上去啊 對不對 OK 所以這樣 就處理到領土 人民 外交權 啊政府 啊政府當然 你有這個政府那奇怪 好像台灣關係吧 不想會 中華民國說 那你這個政府是不是有公務員手冊 所有的這個東西 麻煩你那個是不是也有 中文版 英文版 什麼對照呢 你把那個也給我們一份 就是說它都是台灣的嘛 台灣的這個政府體系 政府嘛 台灣的政府嘛 你這個文件有嗎 你試樣裡面哪一樣有啊 四樣裡面 零樣有 他在台灣國際法選者去參 你可以去參加很多很多的演講 他就說 台灣符合中華 美國在台灣符合主權努力的國家 欸 什麼東東欸 那什麼東東嘛 所以我就告訴你 西方人 跟東方人 思考邏輯不同 真的是思考邏輯不同 回到那個蘇聯 蘇聯崩盤的時候 蘇聯人 我碰過一些 我碰過東歐的那些人 我有一個感覺 他是西方人 他不是東方人 所以等到蘇聯 開始走上 那個資本主義的那些東西 你知道蘇聯人怎麼講開這樣的會的時候 現在我們要開放這個 現在開放這個 喔那個人不一樣 對不起 我們的這本書 馬克斯雷林主義 三百七十八頁第二段 明明寫著 我們共產主義 所以官員先生 你剛剛講的這個 不是共產主義 你要走共產主義 還是你要走資本主義 請你講清楚 因為馬克斯雷林 而且你前面那個官員講的那個 point 第二百七十八頁第二段 寫得很清楚 共產主義是ABC 三個要件 你剛剛這個不符合 不是共產主義 所以 你說現在共產主義改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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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完全違背共產主義 所以你要走哪一條路線 所以你沒有看到 蘇聯是挖結蘇聯崩盤的 我認為是按照這樣的邏輯的理由 他們不要那個模擬兩個 西方人不是模擬兩個 是A or B 對不對 不是A and B 就是說 我要賣這個東西 這個又是活的 這個又是死的 西方人沒有辦法結束這樣的邏輯 他又是共產主義 他又是資本主義 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你看這個中國人 他不是這樣 好啦 我的 不能聽第四台 我不能聽微信廣播 沒關係 我天氣還不天裝上去代收啊 我再聽 人家來吵 欸奇怪 這個怎麼會在這裡 這不是我裝的 趕快調查 這個誰違規給我裝的 喔這個絕對不是我的 你必須發誓的 不是你發誓的 簽署在哪裏 馬上 混合 做事 毛澤東小雨露 這個不是我發的 你拿走 我今天不要 我不可能聽 十分鐘後 再裝一次好不好 好 那個絕對 是不是他剛剛拿走 這個 他活 他搞兩邊的 他們習慣搞兩邊的 我們以前海服習班 早上來查 什麼深政府的那個 消防單位來查 你必須在這裡裝 這個這個繩子梯 我們花好多錢去裝 下個禮拜 這個台北市政府來 這個是幹什麼 你把這個放在這裡 人家要走 那窗戶都被妨礙 這個給我彩票 有我們這樣 每一個人講的不一樣 喔喔 我太太就說 我們要生存 沒有時間吵架 就是每一個人都跟 我要生存 我沒有時間吵架 這是很頭痛的事情 所以今天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 面對這個當然 我們三餐 又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我們怎麼去 有時間去 所以 唯一是我們 參加民政府的演講 我們這些人 比較有勇氣 比較有嚴光 願意往前走 然後拯救台灣 是不是這樣 謝謝 所以我們這裡聽到 聽到這樣的演講 你就會知道 你在外面聽到很多東西 不是 不是覺得很符合 那個 我際上那個角度來 來分析事情 我際上 我們會用一個結構 就像那個蘇聯人 再用一個結構 再整理出來 這個結構 我這樣才符合共產主義 所以你講的 我沒進 我再看 那我這裡有 國際法的一些 規章 剛剛這個國際法 隨著叫什麼名字 黃兆堂 對不起黃老先生 我從裡面 上一次民政府 聽到的演講裡面 我覺得你的邏輯有問題 對不對 哪幾項 那你這樣這樣這樣 不不不不不不 我們有人跑去找 找這些國際法 隨著說他們 無言一對 但是他上一次開會 他還是在面點大 他還是在唱 他的舊的那條歌 路款 吃飯 喝酒 這是他最大的興趣 這樣子 如何救台灣 我請問你 我覺得沒有沒有希望 而且我覺得 哪一個民進黨 今天的報紙 5月7號 今天的報紙好像是有 昨天民進黨什麼 創黨 什麼多少週年 他們就在那裡 那我民政府的看法是 民進黨的情況 今天比10年前 還糟糕很多耶 但是他們絕不會承認 我相信他絕不會承認 但是我們我民政府 我們把這個 談開談一談 所以為什麼 我們很多那些人 他會開始跑兩邊 因為他覺得那小船 快要撐出來 OK所以 我們在 我們在談這些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先走 為什麼 為什麼我剛剛提到 那個 因為 我昨天在 我昨天在電視台 我們昨天是 父親黨 我跟我太太還有其他的 有另外一個 德國人 跟他的台灣太太 他們稱讚 我們昨天是 錄影那個鬥嘴 我們錄影鬥嘴 所以 每一個太陪 他都提出來 他對憲政的激烈不滿 然後那個 我們作為先生 我們就返國了 我們就返國 就 這個 請虎瓜來拼拼禮 有啦 他說我們就是 錄影後 喬成一團的時候 哇那個 那個 德國人的那個 他的台灣太太 哇 他喬了很多 喔 我陪你回德國去 住在那個小的鄉下 窮鄉屁欄 住了六年 這個 沒有朋友沒有什麼 他說他 住的地方就是那個 那個 馬克思出生的那個小鎮 那馬克思很 好像很西邊的嘛 啊這個小鎮 沒有什麼聲望 就是馬克思出生在那裡 住了沒多久 他住了沒多久 但是他是出生在那裡 所以到今天來講 那個小鎮 他靠的是什麼 觀光客 中國的觀光客的生意 一個遊覽車 一個遊覽車 那台灣太太看到這些人 也不爽 對不對 一個遊覽車 一個遊覽車 其實他們的那個房子 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 裡面的擺設 他的建築 他所有的東西 他外面有個牌子 用德文寫 寫得很清楚 這個全部是模擬 因為當初的已經不見了 我們是叫一些隨著來 把那些東西叫來 擺出一個應該是這個樣子 但是很技巧 你用德文寫 所以中國觀光客看不太懂 給我 最喜歡拍張 給我拍張 我坐在這個馬克思的椅子上 給我拍張 我坐在馬克思的書桌上 寫東西 這個多少有面子 給我拍張 這個不是有這個 這個半身的這個什麼 石膏像 或是什麼 大理石像 或是什麼 這個很貴啊 這個我一定要買回去 這個多少錢 其實打開下面去看 Main in China 所以你付那個行李費 帶回去當然也可以啊 如果 如果 那我們下一季就運過來 對不對 賣給你這個觀光客看 他這樣講 他講這些故事 他那些太太說 他是那個公文不爽 那個 他的先生返國說 我們去德國的時候 我給你包裝 我不知道多大一箱 maybe是箱這樣子 他說 你有60箱衣服 我們上 德國回來 你已經增加到80箱 這個多少的運費 所以我覺得說 欸 每一次 女的去講 好像女的很有力 很有道理 但是等到男的反駁的時候 欸 而且男的道理也很好欸 欸 所以我就是這樣子 我太太就抱怨說 沒有洗完 我說我的思考邏輯 是這個完 放在這裡兩三個小時 也不會是思考 不過是那個世界末日欸 所以為什麼不能慢慢洗 對不對 啊 他們女的就不能接受這 所以我們就 鬥誰來鬥誰去 鬥誰來鬥誰去 啊 所以 這樣的事情也是活在台灣的一個 我的 我的在 因為民政府談一些思考邏輯 但是碰到我太太可能 這個 她在談家庭的事 這個 家庭的事物 那她講的 我實在 沒有辦法去反駁 因為他們都有他們的邏輯 為了 家庭的和諧 只好聽太太的 這個安排 所以 我們把美國精神和台灣家庭生活 把它融在一起 做這個簡單的演講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